自己当家做主才是关键岁 10月1号有20万香港人真民主 喊出特首梁振英下台要真普选 同一天晚上都为香港澳门的交换学生 在高雄博二艺术特区举办声援晚会 有上千民众到场声援 希望香港加油 香港人加油 真普选真自由 香港占中运动如火如荼 南台湾港澳乔声纷纷站出来声援 号召台湾民众一起支持 香港特区首长真普选 我们支持的目的是要声援香港那边争取民主 我希望可以争取到真普选 我们支持香港普选的活动 热光晚会开始 民众合唱比昂民运圣歌海阔天空 句句震撼人心 台湾学生高举手机灯和蜡烛 有人用蜡烛排出LoveHK 象征守护香港 在这个时候台湾人站出来是很关键的 因为一国两制基本上 其实是为中国要统一台湾 量身定制的 今天会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台湾 唇亡齿寒 我希望所有的台湾人能够认清这个事实 不要以为这跟自己没关系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帮助香港 所以我们这群高雄的在地的学生 包括年轻人都站出来就是要来声援香港 今天我们看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他居然面对的是这样子的假的民主 假的普选 所以我们台湾应该要以此为敬 中共接手香港政权时 曾答应让港人治港 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 但现在十七年不到 香港民主已经寂寂可危 中共甚至对台抛出一国两制论 十月一日港台联手抗共 以行动发声拒绝妥协 新唐亚太电视叶子芬 林宏观台湾高雄报道